《伍现前》 陛下 陛下 子童 你不在宫中到此何事 陛下 明日乃切非生辰之日 被得美酒 特来迎请陛下 寡人国事在身 恕不奉陪 娘娘 回宫去吧 陛下 太子求见 太子敬见 孩儿叩见父王 王儿到此何事 父王 明天是母后的生日 孩儿思念母亲 恳请父王 为父让你好生的攻读诗书 不得分心 父王 不必多言 去吧 父王 即使不许面见母后 可否准许孩儿明天去皇家寺院进乡 祝到父王母后安康长寿 难得你一片孝心 早去早回 谢父王 明天你要好生的伺候太子 是 是 好大一座寺院的师兄 你看 果然是座寺院 是 师傅呢 师傅 师傅 来 来 师傅 您瞧 你看 师傅 师傅 你看 师傅 这是什么寺院 这是乌鸡国的皇家寺院 师兄 那一定有个好吃好喝的 师傅 叫我去借宿吧 八戒 你的嘴脸丑陋 言语鲁莽 不要得罪了本次僧人 还是为师前去借宿 我去吧 你 还是让师傅前去吧 师傅 我说师弟 今天师傅做客讲的可是真好 对 好 院主 弟子有礼了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 弟子是东土大堂架下差来 上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金道报方求借一宿 此乃皇家寺院 只接纳皇亲国戚 不收留游方丧人 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院主 如今天色已晚 还望院主行个方便 你这和尚好不啰嗦 我说过 不收留游方丧人 院主 古人云 寺院道观都是我等方圣人的管意 建山门就有三生米分 你为何不肯留我 你这和尚好不由嘴滑舌 还不与我 出去 院主 师傅来了 师傅 师傅 这寺院 师傅 您怎么了 没什么 没什么 干嘛总哭丧着脸 二兄 师傅 难道寺里的和尚还打你骂的不成 不 那院主不让我等借宿 刚才不让我去 师傅 您去也不行 不是 那僧官说了 这寺院只容纳皇亲国戚 不容了我等游方僧人 瞧 这 好大胆的和尚老僧进去看看 我把你们这帮少打的和尚快快滚出来迎接你僧老爷 不然我就打了你们的寺院拆了你们的庙堂 快滚 爷爷 你别 大胆的和尚 你哪儿跑 不 爷爷饶命 赶紧把干净房子打扫一千天老孙睡觉 我这寺院总共不到 三百间房屋 僧多房少不敢容留爷爷 你们僧多房少 那就都给我搬出去 我们这有四五百和尚都搬出去 没处住 我来个啰嗦 看孙爷爷打个样给你看看 同行堂老爷 来 来 陛下 陛下 艾妃 请坐 陛下独自饮酒 也不换妾妃作陪 寡人身体眷乏 烈饮几杯便要安歇去了 妾妃记得去年陛下曾经说过 待等来年爱妃生辰之日 定与你痛饮穷江 一醉放休 今日爱妃生辰 寡人笨当奉陪 陛下您忘了 明日才是妾妃生辰 寡人操劳国事 连爱妃的生辰都忘记了 陛下明日请到妾妃宫中 那明日可否让王儿来我宫中 容我母子一见 明日之事 明日在意 寡人要安歇去了 付诚 娘娘 见到太子了吧 太子本来明天要来觐见娘娘 皇上不准 只好明天去宝林寺进乡 等太子回来 你们去请他见我一面 是 我去哪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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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想起来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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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